接下来这个东西叫做It's a Hydrolocus 如果成分没有充分混合或给电样本会不一样 它就是一直混合就像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讲的盐水盐水跟糖水搅匀之后不要有沉淀的话 我们就说它是很均匀的 像这个看起来有没有搅匀 没有而且一吸就可以吸起来 现在这个时候它就是益子混合物 例如硫的粉末跟铁混在一起 不瞒各位说昨天我就在虾皮下单买了一包硫 准备带过去给大家看 例如图1.1.4所示 非菌脂混合物跟其他包括烟雾 它是空气跟碳颗粒的混合物 烟雾是悬浮中水雾 有些是烟雾也是水雾 是滴状水滴的混合物 柳橙汁可是糖水纤维颗粒等很多杂七杂八 或维他命C等等的混合物 然后呢 物质来下面叙述 保险这个好像没有 翻译就好了 classification of matter 物质的分类 我们翻译成物质的分类 matter 物质 anything that has a mass and occupies space 只要有质量佔有空间 我们称为物质 接下来一个判定数 左边跟右边 does it have constant elemental composition 固定的原子的构成比例吗 no 就往左边走 mixture is it uniform throughout 对不起 throughout 是不是很均匀的呢 不是 它就是heterologous 它是不均匀的 yes homogeneous mixture ok 它就是很很很混合 很混合的 来这边 ok 这边 好这边 你刚才在干嘛 我刚才在拍那一块 因为拍那一块 我回报有些抽籽给他 好 homogeneous mixtures 这边可能是s 这边应该是s 好再来 从这边过来 有没有固定的比例呢 yes 它就是纯物质 pure substance can it be simplified chemically 它是简单化的 化学简单的情况吗 ok yes 它就是 它就是那个 它就是化合物 no 就是元素 也就是说 它可以用化学方式 就把它简单化 或我们把它存化出来 ok 可以的话 它就是那个 化合物 不行 我们说元素的话 它必须用很高压 或者那种 什么中指对撞击 那种东西的话 才会有 好再来 这边有一个号 State of Matters State的话 其实它在那边 翻译成各种不对 State其实是国家 我们说美国 其实它是50个国家聚在一起 50个国家聚在一起 不是美国是一个国吗 这个很难解释 我不聊政治 我也不懂政治 对不起 我不聊政治学 我也不懂政治学 这边的话 State 其实我们叫做状态 State of Matters 我们讲物质的状态 所以这边没有翻译好 没关系 这个我没办法回报给Google 好这边 物质以四种物理状态或像 即固体 液体 气体 或者是电浆 That is solid 固体 liquid 液体 gas 或者是plasma OK 那在这四种物质的层次上 显示这种物种状态 来这边 solid 就是 每一个 你看这个蓝色是atom atom 固定在金格里面 不太会动 不太会动 liquid 它是聚集在一起 但是它像液体一样会流动 gas 就是它没有黏在一起 它是四处拼散 plasma 电浆 就是它会带电的 距离一段距离 我们讲电浆电视等等 再来 add heat 加热之后呢 向右边跑 跑到这边来 好 好 这些东西就是四种状态的分子层次 正常的层次 好 那这边呢 就是什么呢 这边就是冰 水 水 水气 电浆的东西 这边 四种状态的翻例 就是从固体 液体还有电浆 OK 分别是冰雕一滴水 然后再来那个 特斯达产生的圈 特斯达就是那个电浆在里面 在里面 好 再来我们来看 solid state 固态 这翻译得很好 这就是固态 solid state 在固态之下呢 粒子 原子或分子 非常接近 透过分子间的力量 保持在一起 好 像各位 阿元手上这边有一个 膠带 它是固体 这是阿元的水杯 里面有液体 里面有液体 然后我们就靠着 它们的力量把它黏在一起 好 再来 粒子的周边 可以让它平均震动 但是它不能互相滑过 OK 固态下的膨胀和收缩 可以忽略不计 固体具有固定的状态 固定的体积 好 这没问题 liquid state 不好意思打分替喔 之前知道说打分替的时候 那个 知道打分替的时候呢 那个会 会那个 声音非常的大 所以先把麦克风打开 好 再来 好 那个液体状态之下 它的颗粒相当接近 可以经历过强烈的 经历强烈分子互相作用 但是它不会让它穿越液体的边界 OK 但是在液体里面都可以移动 有些会跑出去呢 叫蒸发 蒸发或者是那个 散出去的 可以流动 流动状态 并获得容器的形状 具有固定的体积 在液体上它的 膨胀和收缩 可以忽略不计 其实有 但是 不大 相对起来不大 再来 Gas state 气态 在气态之下 粒子与之间非常的远 而且 颗粒之间距离比较大 气象中的分子与互相作用 可以忽略不计 OK 它会沿着随机方向直线前进 打来打去 打来打去 下次我再给各位看一下 那个PHET 我有翻译一些东西 直到其它的分子或容器 碰撞 碰撞 碰撞是弹性的 也就是说 它会球一样弹开 如果它不是弹性的时候 所有的攻击打完之后 像我们一颗球 这两天有小朋友 我们家宝贝 就拿来弹球 就弹 越弹越低 为什么会越低 因为它能量被转移掉了 但是我们假设 这种气底是弹性碰撞 物理学上弹性碰撞 也就是它 它只有角度的改变 它没有牵涉到能量改变 没有牵涉到能量改变 它就不会损失 不然我们用空气几万年下来 空气全部沉浸在地上 那也就是说 分子像弹性球一样弹开 它的总动能守恒 如果暴露在太空当中 它就不断移往太空当中 OK 好 这样子 而且气体中的颗粒可以流动 获得容器的形状 并膨胀或收缩 以填充可用空间 然后呢 气体没有固定的形状 也没有固定的体积 好 Plasma State 这边就翻译成电浆 蛮好玩的 好 然后这边电浆又分一层等离子 OK 在电浆状态之下呢 粒子像气球一样相距很远 然后有一部分正电荷 有一部分负电荷都有 也就是说 电子跟它的原子是分离的 OK 换句话说呢 电浆的原子被电离了 OK 在地球上不常见 但在宇宙中却非常常见 例如说 例如说 物质 在太阳与恒星中处于等离子状态 就是电浆状态 地球上的电浆呢 包括在物质在闪电或电火花当中 OK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虽然翻译上不是百分之百的 但是我觉得已经 可以让大家懂一点东西 好 再来看 What is energy Energy is a famous band 就是有名的乐团 没有啦 其实我也不认识 来 听我们小朋友在讲 能量是一种转移到物体 上定量的 property property 讲属性也OK 或者讲财产 或者讲 property 特质 可以定量的特质 转移到一个地方去 可被辨视为 光 热或光 简单来讲呢 能量就是做工的能力 work 他翻译成功是蛮好的 翻译成蛮好的 work 就是高中物理讲做工 这不知道是谁翻译的 我猜也是清朝的科学家 好来 什么是能量 就是可以做工的能力 做工的能力 我们讲的是物理学跟化学 我们不讲社会学 爱的力量 爱的能量 我们不讲那个 好这边 我们常遇到的 除了物质就是能量 能量有两种基本形式 例如 运动体重的动能 跟立场中的胃能 这个字可以不用背 kinetics and potential energy 这个不用讲 重力作用之下的重力胃场 跟电场中作用下的化学胃能 这看看就好 这个我们没那么重要 看这个 这应该是 那个 那个 简单的动画 好 好 储存在燃料中的胃能 转化成 动能 他应该讲化学能 然后讲化学能 会比较好一点 好再来 再来 那个kinetic energy 我们讲动能 运体运动的能量 就是动能 举个意思好了 举个意思好了 像阿元手上有一件胶带 这件胶带 丢出去的时候 他会推动另外一个东西 那他飞行过程当中 他就会有个动能在 其中那个 他的动能 ke kinetic energy equals 1.5 就是1.2mv平方 质量乘上速度的平方 其中m是质量 以公斤为計 然后呢 v是速度 我们可能每秒几公尺 动能的例子 包括所有的东西都有动能 所有东西都有动能 好 例如移动的车辆 移动 转动的发电机 等等的 OK 好 中下走 potential energy potential 我们讲潜力 我们讲潜力 那也是可能性 potential candidate 可能的候选人 那这边讲potential energy 我们讲位能 取决于物质在立场中的位置 产生位能的立场 包括 电力 磁力 重力 弹性 这些都可以产生 位能的例子 最常见的就是 电能跟重力能 光呢 则是移动在电场跟磁场所产生的位能 这个很好玩 光是由移动的电场跟磁场 因为电场跟磁场不断的变化 尤其是交流电 这个很难懂 我知道很难懂 但没关系先记下来 这个我们食品营养领域不会动到 化学呢 则是以静的电位能形式储存在化学键中的能量 忘了它 forget it 这一句不用记 好 再来 重力位呢 是相对于地球的位置或高度所产生的 然后呢 那个地球以力量吸引其他 这时候呢 它的公式是吸引力 或者讲它的重力 f.mg 其中f是力 m是质量 g是重力加速度 当它往下坠的时候呢 它的位能会转变成多种形式 包括 速度 空气摩擦力 声音 及撞击地面上 变形所做的功 都是它的能量 化学势能 我们讲chemical potential energy 化学潜能 或化学位能 是化学键中 透过负电荷电子与正电荷之间 将分子化化和保持在一起 成键时释放能量 形成两个键 举个例子 我们讲氯气跟钠 碰在一起 形成氯化钠 成键时释放能量 断键则吸收相同的能量 每个键都不同的键能 OK 那在化学键里面 化学反应里面 有些吸热 有些放热 看情况 这个后续我们会再讲 再来 动能与胃能的结合 动能与胃能的结合 例如像机械波 声波 OK 是结合动能跟胃能的机械波 它动能的话粒子会移动 胃能是因为它变形 例如像声音等等的 好 这边看过去 你看这个草塞这个图很漂亮 这边是什么呢 甲碗燃烧 释放做能量作为烹饪能量的来源 例如像这个 好像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这个以后再背 这叫Photo Photo 光线 Photo 不是照片吗 OK 没关系 光线 Phynthesis 合成 光合作用 所以是翻译的不错 光合作用 这是甲碗 我们讲天然气 甲碗 椅碗 丁碗 这些不同的液化瓦斯 或者天然气 燃烧 放出去 食物会煮熟 光线带有能量 经过液氯素 液氯体之后呢 然后经过 它会有不同 产生不同的东西 然后形成物质 例如形成糖 等等的 好 这边 好 往下走 这叫Exothermic and Endothermic Reactions 放热与吸热反应 好 来 打破化学键所需要的能量 形成性化学键釋放能量之间的平衡 我们决定化学反应 是吸热还是放热 有些反应是吸热 有些反应是放热 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看那个情况 释放能量的化学反应 是放热反应 OK 例如厨房燃烧器当中的甲碗 释放出了能量 吸收能量的反应 成为吸热反应 例如光合作用 透过吸收阳光 将二氧化碳跟水 转化为葡萄糖 好 例如像这个 这个东西以后你们要背 你们要背 就是这个 这是生化会讲到的东西 好 再来 Law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 一个off 两个off 就是能量守恒定律 这翻译得很好 翻译得很好 那能量守恒定律就是说 能量可以从一种形式 转变成另外一种形式 但是呢 它不能被创造 也不能被消灭 那有一个问题 请教一下 那能量怎么来的 不要问我 要问上帝 这个我不懂 好 来 这样说 这边有一个 阳光它有一个 它会放出太阳光 太阳光的能量呢 打到地球上 被植物吸收了 那植物吸收之后呢 会被牛吃掉 牛吃掉的时候呢 可能会打嗝放屁等等 CHEMICAL ENERGY 2 CHEMICAL ENERGY 1 CHEMICAL ENERGY 1 这边 AN AEROBIC DIGETION 这个字要被喔 我也是说要被 AEROBIC AEROBIC 这个叫做有氧的 AN 否定词 叫做厌氧的 AN AEROBIC DIGETION 厌氧的消化的时候呢 它会有不同的东西 例如产生甲烷 HEAT ENERGY 那个热能 或者它可以利用 间接方式产生电能 产生电能 所以能量手的定力 就是说 它会 过来 它会过去 但是 但是呢 它可能储存在物质里面 你说阿远 这个胶带可不可以燃烧 可以 我这里桌上 还是没什么可以燃烧的 可不可以燃烧 可以 那燃烧过程当中呢 就 它能量储存在化学里面 我们讲它 化学里面 再来 能量手能定力指出 能量可以从一种形式 转变成另外一种形式 但 孤立系统的 总能量 比较孤立的 就叫 Isolated 我们讲独立系统 讲独立系统 OK Isolate 独立 顾力也没有错啦 Isolate 就是 OK 独立 我比较强 独立系统总能量保持不变 保持不变 好 再来 能量可以透过做工或热 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那例如 摆档的话 是动能跟胃能 它会周期性互换 我们知道说单摆 我这里有没有东西 好 假设好 它可能会摆动 摆动到最高的时候呢 胃能最高 速度最低 摆动到最低的速度最快 重能最 胃能最低 这样子摆动 OK 完了手上已经没有工具可以换了 太阳跟辐射能也是一样 只是说 太阳的辐射能 从太阳射出来之后呢 这个东西就回不去了 就回不去了 然后太阳就一直 合融合反应 合融合反应 反应到它用光为止 热量葡刀糖中 转化为化学能 但总能量保持不变 不变 好OK 来我们快速的花了大概40分钟 把第一张地方导读完毕 来我们准备看 不是第一张 把1.1导读完毕 我们准备看1.2 对 对